Civic 社團的車友們大家早安 這台車是Civic的八代 這台車是Civic的八代 那經理也忘記說 有沒有在社團裡面開過直播 可是 今天沒有小編 所以我拿著自拍桿 來跟大家開直播跟大家分享 那八代的車 車友很多都是 捧場KT的避震器 今天剛好有在安裝 這一台是Civic八代 所以在八代的社團裡面 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那今天安裝的版本是道路版 還有車友的話也有 要一起安裝 仰角調整器 今天沒有小編 所以等一下拍到 可能會頭暈 阿翔早安 這台是Civic八代 那車友的話也已經有改了大包 那陸續呢 後來的在未來的改裝項目裡面 除了輪胎旅圈 也要改了魚眼大燈 所以也是很熱血的車友 我把鏡頭翻過來好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 如果線上有Civic八代的車友 因為很多的八代的車友都有捧場KT的避震器 如果有需要經理把鏡頭移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 再請不用客氣 我會把鏡頭立刻移到大家提問的地方 然後再歡迎大家多多提問 那我把鏡頭翻過來了 怎麼翻 這裡 這個是原廠拆下來的避震器 那這一台車的避震器的話 應該算是使用有比較久了 所以像防塵套啦 饅頭部分都已經損壞了 那KT的話不用煩惱 因為KT就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所以上座的話就是會附新品 那這個是後方的彈簧 這個是後方的原廠的仰角 因為原廠的仰角不能調整 所以改仰角調整器的目的精力 等一下會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這是後方的彈簧 那後方的KT的道路板設計 它是做一個大捲的彈簧 所以它的上方還有下方的橡皮 都是需要沿用原廠的 我來拿一下燈 好那這一次看到銀色的這個機構 這個就是仰角調整器 來這個就是仰角調整器 那後方的筒身的話是這個 它是可以調長調短的 這個是後方的防塵套 這個可以看到KT的防塵套設計的比較不一樣 它是家常的 那家常的用意 那家常的用意 就是需要來保護 最需要保護的這個活塞套 因為我們還是在一直在陸續施工當中 所以背景聲音會稍微吵一點點 好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那後方的彈簧KT設計有幾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因為這條彈簧這個調整機構 都不是其他車系可以使用的 也就是為了CIVIC 8代所打造的 專用的彈簧跟專用的調整機構 這個調整機構在這裡 那前幾天的話在KT的粉絲團裡面 也有CIVIC 8代的安裝實播分享 那一位車友拆下來的是日本的Team 日本的Team的話也是類似這樣的設計 它的上方一樣是一個大型的調整機構 那這裡的橡皮還有下方的橡皮 都是沿用原廠的 哈囉大俠早安 大俠的話也是在CIVIC 8代裡面耕耘很深的車友 那本身的話也有在販售KT的產品 如果車友們有需要試乘 或者是有產品北區的車友 有要安裝的話就可以找板上的葉大俠 還刷一整排愛心謝謝 我們好像沒有在這裡開過直播了 大俠所以來這邊的話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是後方專用的彈簧規格 180長 公斤數的話是6公斤 今天車友的話後方的車高 預計想要大概做到2指半 前面的話大概是2指幅 那所以這台車我們正常的車高最高啦 大概可以做到3指幅左右 所以這個後方的話是一個大捲的彈簧 它的圈徑外徑的話比較大 所以乘坐的舒適感的話呢 會比較好做一點會比較舒適 那這個是後方的筒身 車高的調整呢是靠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如果需要把車高降低呢 我會把這裡的預流間隙再調少一點點 它的車高就會降低下來 那最低的話以這台車大概是剩下半指幅左右 這就是後方的部分 那後方仰角調整器的改裝是因為 如果車友把車高降低之後 它的後輪來這個角度 它的後輪的話會變成Camper會變趴 那變趴的話就有可能會是輪胎的內側 那就有可能會是一個輪胎異常魔號 所以CIVIC8代它的頭印它的竖角是能調整的 竖角的話 這裡有一顆偏心螺絲 竖角的話是靠這一顆偏心螺絲來做調整竖角 可是Camper不能調整啊 所以Camper的調整就是在這個地方 Camper的話可以靠這個地方來做調整 所以即便車高有想要降到很低 譬如說唱Lang或者是半指幅 也沒煩惱 因為這個仰角調整器 就可以調整到應該要有Camper的角度 所以一般來說都經理都會建議 在改裝避震器的時候一併改裝 因為一起安裝的時候 師傅的工資可能會著收的比較少一點點 那另外一點就是不需要再做定位 所以一起安裝的話就可以節省 大概一千多塊錢的費用 文亮早安 文亮昨天在基隆也有安裝道路板 謝謝捧場 如果剛好經理在介紹的時候 您有相關的問題想要詢問的話 請不用客氣 這樣下來 好 好像我們已經安裝好了 那我們來換來介紹前面 哈囉 安芋早安 安芋也是裝KT的耶 謝謝Civic 8代的車友安芋 安芋好像裝快一年了 有機會再回來工廠幫你檢查看看 這個是後方 後方都裝好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前面好了 Civic 8代的前面 它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不好意思今天沒有小編 所以經理只能拿自拍桿 來這裡看得到 沒辦法今天沒有小編 所以經理自己來拍 前面的話它是麥花城的懸吊系統 像是八代、九代的車友很捧場 所以我們都有安裝很多很多的經驗 所以它在上座的下方 好,很怕去夾到腳 這個上座 上座在前擋玻璃的下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像這裡的螺絲 原廠螺絲都已經生鏽 那上座的狀況其實也都很不OK 因為這裡常常會有積水、會有水氣 所以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就會建議 建議技師呢 把這裡的軸心上部 來做一點防鏽油脂的塗抹 讓它的用了很久之後呢 也不太會生鏽 那這個上座其實裡面還有一顆軸層 因為它是麥花城啊 所以CIVIC八代前輪在轉向的時候 它避震器也是會旋轉的 所以我們在安裝的時候 它的前面的話 上方我們是有附上座 所以上方上座其下方有一個軸層 那這個軸層就是負責轉向用的 KT的軸層用料都用得很好喔 這個也叫RR包啦 這個是大家車友最推崇的大寶的形式 前面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前面有一些油管固定架啦 還有ABS感應線 畢竟CIVIC八代這是大家很受到市場歡迎的車種 所以大家幾乎都做專車專用啦 沒有人在用束線帶 所以這些的一些固定架啦 這些都是做一些專用的規格 那前面的彈簧公斤數KT是配置7公斤 配置7公斤 這個的話是一個比較大全勁的彈簧 所以它的舒適度會比較好一點點 那大概是2月底之後 我們一些相關的車種 如果像是阿提斯的 還有一些車種比較想要舒適度的話 我們都會全面把它改成這種大全勁的彈簧 那前面的話 預計這樣的車高大概是兩指幅 這個車高的調整齁 不是靠壓縮彈簧 有一種像是其他比較品牌的齁 它的形式設計上比較不一樣 它是靠B彈簧去改變車高 如果我們把彈簧壓縮比較緊的話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可是當彈簧壓縮的比較緊啊 它的彈簧的公斤數就會變重 相對就會比較硬啦 但是KT的這樣形式呢 它是靠統身可調整 所以這個局部都不動到 那它調整車高的範圍也會比較多 也不會因為調高調低的乘坐感覺 會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是KT的一個特色 那用料的部分 我們KT一直都是使用 意大利啊 IP的主女友 所以它的油品的穩定度呢 相當的不錯 那IP的進口的油商 因為陸續發現台灣的一些製造廠商 有雲木混珠 就是說它的避震器是用IP 可是實際上是用其他比較廉價的油品 所以IP的話他們在下週或者過年前呢 會給KT一張證書 就是代表KT是真正的使用他們的油品 沒有漁木混珠的狀況 因為IP的油商有發現市場上有人漁木混珠 所以會給我們一個證書 那像是主女友我們是用意大利的油品嘛 那油封的話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封 像前幾天有一台CIVIC八代的車友 它來安裝的時候 車上裝的是Tim的 我們沒有在這個社團裡面開始過 我們是在KT Racing的粉絲團裡面開始過 那Tim的話它所使用的油工 也是使用日本NOK的油工 所以它的耐用度的話也都相當的不錯 線上很多的八代的車友耶 還有中序的話 熊媽吉也在線上耶 熊媽吉的話留言跟大家打個招呼一下 因為熊媽吉是我們KT中序的經銷商 那本身有很多很多安裝CIVIC八代的經驗 電是在台中的大雅 立元輪胎 那裡的話就直接可以安裝還有做定位 還有做一些售後的服務 有車友有對安裝KT的避震器有疑問的嗎 我們會把鏡頭帶到大家想要看的地方喔 八代真的是還是很受到市場的歡迎 因為它可以改裝的東西真的太多了 好像師傅安裝好了喔 我們要準備都好了喔 安裝差不多了 今天沒有小編所以鏡頭有點晃喔 不好意思 OK了喔 那我們要準備上這個是飾板 這個飾板的拆法 每一個計時的拆裝的方式不太一樣 但是我們習慣把這個飾板拆掉啊 它會比較好 比較好拆裝上座的三顆螺絲 鼠尼調整還沒介紹耶 KT的話 不只是剛剛介紹的高低能調整 鼠尼的話也是軟硬度也能調整 所以軟硬度的調整 像八代九代我們常常在開直播 車友如果有看過的話 就知道說八代很 它的維修界面很友善 在這個地方有一個維修孔 那維修孔 這個是一個橡膠的機構 把它拉開之後 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到KT的LOGO 這樣會不會晃動 如果往順時針 這樣就變硬 逆時針就變軟 一共有KT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一般來說我們都會建議 剛裝好的時候 不是阻尼最重要 是胎壓最重要 那胎壓的話在 像日系車 我們來看一下貼紙還在不在好了 在日系車 在駕駛座的門打開 在B柱的下方 就會有一個貼紙 它是建議胎壓紙 喔還在喔還在 好這裡的話會有一張貼紙 那可以看到如果是 一樣是205 哇有點逆光 反光 205、5、16的話 它原廠的建議胎壓紙是32 那32指的是冷胎壓 譬如說我們在室溫25度C之下 它的胎壓值是大概32左右 那一般來說有的保養廠 或者是維修廠 會善意的幫大家來做一個胎壓 保養之後會做胎壓的檢測 可是通常都會打得太高 所以在調整阻尼之前 第一個動作 就建議大家 先確認一下胎壓是不是正常 如果是的話 再來調整阻尼 那阻尼的調整 左邊跟右邊一定要對稱 前後的話可以不用對稱 沒關係 就是說 假設這邊是10段 那另外一邊也得要10段 我們現在先把這個飾板 先把它裝回去 這些有一些扣具 像是8代的話這些小扣具 也許有可能車輪比較久之後 這個都會硬化 但這個原廠都有得買 像這個扣具 8代的話如果里程數 超過 里程數的話 如果超過10萬公里的話 這顆引擎腳都要特別注意 因為這顆引擎腳 如果它是一個抑壓的機構 如果是已經損壞掉的話 它會有 作動的時候會有一個抑音 抑音的話很像是避震器觸底的感覺 還有另外一個是 里程數比較多的時候 會注意的是這一支 後方的這一支牛腿的前面的鐵套 這個前面的鐵套的話也是一個消耗品 這個是後方KT 已經安裝完畢的狀況 那這個都是專用的大圈徑的調整機構 像這個調整機構的話 板上有很多的CIVIC 8代的車油 有捧場 像這個應率真的是超低的 因為它上方跟下方的橡皮 都是沿用原廠的規格 這個就是後方的仰角調整器 那這個原理就是藉由這個局部的可調機構 讓這個仰角調長或調短 來改變後輪的Camper角度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棒的東西 如果是車友的用車的頻率比較高 那就非常非常值得投資 因為它的輪胎的摩耗會比較趨於正常 好的 以上是今天CIVIC 8代安裝KT避震器的一個直播影片介紹 那影片末還是最謝謝車友們 那麼捧場KT的產品 因為很多8代跟9代的車友 都有在板上幫我們推崇KT的產品 如果有車友有需要試乘 都歡迎跟我們聯絡 我們北區葉大俠 本身就是開CIVIC 8代還有試乘車 那充序的話也有辦法幫大家來做安排 因為這台車我們裝很多 如果有需要試乘的話都不用客氣 那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到KT粉絲團裡面 來詢問我們的小編 好 以上是今天直播囉 謝謝 下次有機會再安裝8代的話 再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謝謝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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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